海瑞 你是不是到现在还要怂恿刁民抵制国策 忠诚 卑职问的是要不要滥杀无辜 谁叫你滥杀无辜了 有忠诚这句话 卑职就好秉公办事了 为了迫使海瑞与淳安县推行改道为丧的国策 郑密昌和何茂才为海瑞精心安排了一场通窝大案 先让淳安灾民齐大柱从倭寇手里买粮 再让淳安支献海瑞前去处理 坎户之则有通敌嫌疑杀 杀之则能震慑淳安百姓不再买粮自救 只能低价卖田 如果杀了齐大柱 海瑞还要阻止灾民低价卖田 那么淳安如果再饿死了灾民 就是海瑞的罪过 仍然能将其除掉 只是这看似周密的计划 偏偏遇上了刚职 但不失智慧的海瑞 且看海瑞如何应对这场蓝势汹汹的陷害 海瑞基本控制了整场会议的局势后 千户赶来 向涅斯衙门的一把手何茂才 汇报了齐大柱通窝的事情 来看何茂才的反应 注意 千户可是什么都没说 何茂才上来就按剧本 给出了整个通窝情形 这不摆明了要告诉海瑞 我要陷害你吗 何茂才动辄就说自己是管了二十多年的行民 就这个水平 只是何茂才也并没有傻透 没等海瑞回答 便立即转向了高汉文 何茂才这个时候将问题甩给高汉文 有着极为关键的作用 何茂才认为 已经被牢牢要挟住的高汉文 此时不太可能再为海瑞说话 只要高汉文也向海瑞发起攻击 就不再是自己趁机报复海瑞 而是海瑞真的该死 出道浙江三天 就充分见识了大明官场的险恶 久在汉林院任职的高汉文 哪里见识过这种玩法 此时的高汉文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 虽然还是替海瑞说了一句 但已经毫无作用 反倒更激起了何茂才的怒气 海瑞放走了齐大柱 齐大柱半夜就向倭寇买了粮 这件大案似乎已经坐实了 而此时的高汉文 再也承受不住这样的压力 和接二连三的诬陷 竟然晕倒了 有人认为 这是高汉文为了躲避复杂局势 为求自保而刻意装晕倒 但我认为 这是从京城意气风发前来浙江 准备大战伸手的高汉文 亲眼见识了郑密昌 和茂才等人的阴险手段后的必然表现 一个出身书生门第 没有吃过亏的书生 又有着较为顺畅的科举入室经历 承受压力的能力本就不强 滚倒也说正常 好了 铜窝大案按照预期出现了 郑密昌开始向海瑞进攻 来看看巡抚大人玩的语言陷阱 首先郑密昌是要让海瑞将涉案人等就地正罚 而不是去审理调查 然后郑密昌已经将这件大案定性为叛乱了 也就是说不管海瑞怎么处理这件案子 事后都会承担辖区内灾民叛乱的罪责 最重要的是 郑密昌直接将这件通窝案和已改监政联系了起来 巡抚大人的思路极为明确 你治下的灾民通窝 你的辖区出现了叛乱 听我的话 好好处理这件案子 然后按照省理的议案推行已改监政 我就不追究你和通窝之间的关系了 否则后果自负 然后何茂才又追加了一波威胁 带上兵 护送海之线 立刻去重安 这句话却是满满的威胁 乖乖听话 我衙门里的兵可看着你呢 好了 轮到海瑞上场回击了 忠诚 他们跟我去淳安县 是他们听我的 还是我听他们的 这些官兵虽然隶属涅斯衙门 但省理真正的话上人 还是镇密场 海瑞不理会和茂财 直接怼上镇密场 就是躲避次要矛盾 正面应对主要矛盾 省去不必要的麻烦和牵绊 海瑞的这句话在于 前往淳安以后的主动权掌握 控制了这些官兵 才有发言权 才能控制淳安的局势 才能让整个案件 按照自己的计划推行 说白了 何茂财想用这些官兵 控制海瑞 海瑞则想要摆脱控制 来看镇密场的回应 按省理的议案办 他们就听你的 又回到了自己刚才的命令 你听我的 啥事没有 不听我的 后果自负 既然镇密场非要把通窝 和仪改监阵联系起来 海瑞就要把两者的关系打破 倘若我要按淳安县的实情办 他们听不听我的 什么实情 省理现在说 淳安县有刁民通窝 究竟是怎样通窝 都有哪些人通窝 这些事 必须按实情查处 倘若真有通窝情事 卑职会按大明律法严惩不待 倘若并无通窝情事 忠诚是不是让卑职 滥杀无辜 注意 已改监阵 海瑞提都没提 关于通窝 海瑞的思路也极为明确 前往淳安以后 我得详细调查这件通窝案 如果事情属实 我肯定按律法办 可如果事情不属实 我还要不要按照巡抚大人的命令 将涉案人等就地正罚 但是如果事情不属实 海瑞也为省理的命令 扣上了一个大帽子 滥杀无辜 也就是说 郑密昌也就是省理的命令 有两道 一是将涉案人等就地正罚 一是已改监阵 但海瑞刻意忽略了第二道 着重强调了第一道 更重要的是 海瑞对第二道命令的忽略 还让人无法反驳 既然省理先让我处理通窝案 我就先把这件案子的处理问清楚 郑密昌很明显看出了海瑞设置的陷阱 马上回到 还是那个态度 硬要将通窝和已改监阵联联系在一起 你不立即处死 涉案人等 就是反对已改监阵 就是抵制国策 就得死 对于这两件事情的联系 郑密昌当然知道站不住脚 眼见海瑞逐渐掌握了主动权 语调也变了 语气也慌了 只能再次以扣帽子的方式 予以震慑争取主动 只不过正如我们之前说过的 一场辩论如果到了乱扣帽子的时候 这说明你已经输了 只是海瑞并不理会郑密昌的威胁 仍然就通窝案的处理问道 咱先说清楚第一道命令 如果事情不属实 我还要不要杀了涉案人等 如果不问青红皂白就大开杀戒 你就是滥杀无辜 你要是愿意背上这个罪过 我就听省里的命令 这样的帽子 这密昌自然不能领 也不敢领 只能无奈地给出答案 谁叫你滥杀无辜了 好了 海瑞的目的达到了 有忠诚这句话 卑职就好 秉公办事了 既然你不让滥杀无辜 我就得查明通窝案的实情 只要让我查案 我就能查出这里面的内幕 到时候就不是推行不推行 以改兼阵的事了 而是追究到底谁通窝了的事 然后海瑞对千户说道 终成大人的话你都听到了 张队 跟我去淳安县 省里的命令你都听到了 让我查明实情 你到了淳安 得听我的 然后抬高音调 当着镇密昌和何茂财的面 给了千户第一道命令 如果千户不听 海瑞可以当场抗议 他不听我的 我不能去淳安 如果千户听了 海瑞就确定了自己能够命令官员的权利 前往淳安以后海瑞就是话事人 一切准备就绪 千户蒙圈了 这和镇密昌和茂财 预先安排的不一样啊 只能看向和茂财 寻求新的指示 和茂财也不傻 意识到了海瑞的陷阱 说道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意思让千户按照原计划进行 只是海瑞已经拥有了命令官兵的权利 他还会让这件通窝案 按照原计划进行吗 和茂财的命令 罢了